开赛18连败啊 18连败 这个倒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因为看杜兰特呢 他最近连续躲个赛季啊 基本上都属于是开门黑 就是一开始打比赛呢 短暂的立马就出现伤情信号 因为这个跟杜兰特 他的体质特点有关 本身太过瘦弱 而且呢 时间长一旦说九叔战阵的话 猛然一发力 结合之前积累下来的老伤 通常呢 身体立马是晾得红脑了 晾亮呛呛 没咋地 没怎么给对抗 结果呢 单腿蹦 当时蹦到这个板那席了 直接呢 就是叫停了 比赛叫停 返回更一次 及时进行检查 所以杜兰特凯赛之处啊 如果说确实屡屡受伤的话 那狼耳队确实有点悬呢 再加上这个欧文和本西蒙斯 他俩其实也是三天打一两天赛网 那很难说长久持续的被球队效力 而且这哥俩啊 基本上各吹心腹势 近在不严重 本西蒙斯呢 是对于自己啊 这样一种对内位置 多少有一定的欲望 毕竟他之前 为什么说跟恩彼得处得不睦啊 其实呢 本日子就在他特定年龄解断 以及又是状元出身 想要拥有更广阔的一片天空 想要有一个对内强势的职员 包括之前在长生会儿 他提出的交易方案也是 我希望到底下家是能够提升我的战术戏份的 这么一个下家 颜未知是啥呀 他本身就是对那二当家 提升战术戏份 啥意思呢 不就当老大吗 这东西就是没讲明 外交辞令 但是本西蒙斯一直以来强调的就是 我想要拥有更大的舞台 展现自己 所以本西蒙斯呢 也许啊 就不敢与他人摆布 说什么这个凯卢文呢 凯文杜兰特 你们让我化身成一个蓝领色号位啊 没有蓝的德朗姆德格林呢 我才不给你打下手呢 本西蒙斯 你俩未来不见得搁哪 杜兰特 你原本你就已经申请交易了 球队随时有可能把你抛弃 凯卢文 你合同年 下一年 蓝网队就以往的进言教训 也不见得留你 因此本西蒙斯很有可能开赛之处啊 我行我素 你俩给我跑位 对不对 我在湖景区域大量的运控 突破坟球 你们跟旁边等着 围绕我打 你俩都老了 本西蒙斯有可能有这种欲望 其他人如果呼叫党裁的话 你也配让我给你打党裁啊 让那谁 克拉克斯顿上来给我打党裁 你俩边靠 45度角 各自就位 这么个打法 所以互相之间一定是有求全之障的 而这凯卢文呢 他合同年 他 肯定就是大量党干呢 他也不服从安排啊 因此他跟本西蒙斯内部这样一种角力啊 就会蹦出激烈的火火 很难顶成一股神 那这样一来 蓝尔队后场不合 你还咋打呢 很难打卡文德兰特高冠冕阵牌 有心无力 而且他有没有心都不一定 他不见得愿意为这个蓝尔队继续打呀 所以打着打着 开赛前20场 有可能蓝尔队的胜率将将百分之三十 垫底动物有可能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